脊髓脊柱疾病已经发展成为常见病,多发病,并且呈现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对于脊髓脊柱疾病的,神经外科有着天然的优势,血泪镜,内镜技术和各种微创技术的应用,让神经外科医生更注重对脊髓,神经的保护。 在国际上脊髓脊柱疾专业一直都是神经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也开始重视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疾专业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神经外科医生也参与其中。 中华预防医学会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非常重视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疾专业都在国内的发展。 8月25到26日,在中华预防医学会及灾难预防医学分会的倒立支持下,中华预防医学会及灾难预防医学分会神经脊髓脊柱疾专在贵州新一举办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委员会学术会议,同时成功举办首届海奥杯全国中青年脊髓脊柱手术视频大赛。 中华预防医学会及灾难预防医学分会神经脊髓脊柱疾专足于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脊髓脊柱疾病的预防、整治、并发症方式,以及灾难来临时的灾前预防、灾中救治、灾后功能重建等医学问题,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及技术推广工作,造福广大民众,首届海奥杯全国中青年脊髓脊柱手术视频大赛。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灾难预防医学分会主办,北京天潭,千溪南州人民,烟台阵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充办。 天潭徐宇伦教授担任大赛评审主席,北宜三月儿王振宇教授,天潭杨志教授,宣武坚负增教授,北京低水潭苏义宾教授,唐都吕维新教授担任大赛评委,徐宇伦教授致辞,王振宇教授点评。 杨志教授点评,监宇伦教授点评,苏宇斌教授点评,李维新教授点评。 本次大赛旨在促进中青年神经外医生相互学习,交流临床手术经验,发现国内优秀的中青年医生,共同推动中国脊髓脊柱手术,迈向国际顶尖水平。 参赛选手术以继续助手术病例为主题,通过视频进行手术策略阐述。 大赛评委现场对参赛选手的作品进行评比,最终,北京青环长庚孙振兴,荣获大赛一等奖。 解放军董陶本章,唐都将为荣获大赛二等奖。 山东省力第三纪严委,济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宁波荣获大赛三等奖。 浙江省州张铁辉荣获大赛优秀奖。 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审专家之一的李维新教授表示,很荣幸能够担任首届韩奥杯春国中青年脊髓脊柱手术视频大赛的评审专家, 也很欣慰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医生加入到神经外科脊髓脊柱压专业的发展中来。 神经外科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此类大赛和培训班, 学术会议可以为中青年医生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 想不分享临床经验,掌握更先进的技术,促进神经外科脊髓脊柱压专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唐都神经外科脊髓脊柱压专业组家伟教授表示, 海奥杯全国中青年脊髓脊柱手术视频大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通过参赛获得与众多中青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很是难得。 更得到了国内神经外科领域顶级专家面对面的现场指导。 受益良多,为培养更多的神经外科医生, 为国内神经外科脊髓脊柱压专业的开展护现自己的一份力量。 唐都神经外科脊髓脊柱压专业组每年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 专家云集,现场讲学,肢体操作,同时我们每年还会招收进修医生。 有志于脊髓脊柱压专业发展,中青年可以联系我们。 开放门诊学阶位每周一全天,提前预约无需罐号便可以享受绿色通道, 直接接受专家的诊治。 哪些病人可以在开放门诊就诊呢? 一,退行性疾病患者颈椎病,腰椎肩盘突出症,颈椎肩盘突出症等患者。 二,站位性病变患者,神经翘瘤,脊膜瘤,血管瘤,皮压脑腫,表皮压脑腫,脂肪瘤及脊胎瘤,胶质瘤,切入瘤及转性肿瘤等。 三,脊柱脊型患者,因其他脊柱脊髓疾病,引起的脊柱侧胺,后突脊型等。 四,先天性疾病患者,小脑变淘体向善,隐性脊柱略与脊髓腎细综综合征,脊膜膨疼出及脊某脊膨疼膨疼出,脊髓空洞症,脊髓分裂症等患者,可通过开放门诊就医。 五,脊柱脊髓外伤患者,紧腰胸断的脊柱骨折,脱胃及其导致的脊髓损伤,预约电话,4006861195免费。 闭嘴,第四,军一达雪藏都,神经内外科大楼13哦,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别忘了,别忘了。